哇塞 这个肉真大 真薄满 看着就非常有食欲 我先来一个 哦 太大了 好爽 好满足 爆开那一瞬间 超爽 很香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李文长官 欢迎来到本期视频 之前咱们有做过一期歪瓜裂找到日本也好 说实话一点都不经验 很普通 可以说是荒大车 不过没关系 前两天海鲜皮革市场卖生蚝的亮展 跟我说他那边有帮我弄到正宗的日本银豪 哇塞 你看这个肉是真的饱满 看着不争气的眼泪都要从嘴角溜下来了 所以我叫他帮我预定了几个回答 今天已经到了 走 我们先会把生蚝给踢回来了 帅家伙 哎 来 来 我生蚝在哪里 生蚝 是不是正宗的 哎呦 龙甲八卦 哎呀 这个比上回那个漂亮多肉 这个产自日本的 这品牌叫什么 自曼猪 自曼猪 是不是 对 一个将近有一斤 生长周期有六到八年的时间 这一个多少钱啊 这个零售价是九十 粉丝价的话八十 粉丝价 自砍一刀八十 自砍一刀八十 nice 上回那个韩国豪也很好吃 这个应该是正宗的 正宗的正宗 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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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慢一点慢一点 这么好的东西 留一个给我 卖一个给我 你瘦一下九十 卖一个给我自己 九十啊 好 九十九十 回头跑回去啊 OK 今天咱们来补补身体 吃超大的日本盐蚝 这一个差不多有一斤多一点 颜值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跟之前的那个歪瓜猎蚤 比一下就不是一个胆次了 关于这个盐蚝 跟我们经常吃的生蚝 有什么差别 今天就不多介绍了 可以去考古一下 之前咱们做欢车的那些歪瓜猎蚤 日本盐蚝有详细的介绍 记得一键三连哦 OK 我先来开一个看一下 会不会对得起这个价格 这一个我们成本价就要八九十块钱 在外面高端的日料店 一个要卖两三百 哎 起来了 现在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希望不要慌车 哇 这才是真正的生蚝啊 好饱满哦 从这个品项上来看 外面的高端日料店 卖个两百三百块钱 真的不过分 往过来给你们看一下 哇塞 真的好漂亮啊 好肥哦 来 混尸先吃 感情声一口闷 这个肉实在太大了 一口闷不了 不过它的口感真的很好 第一口下去它肚子就爆僵了 然后它的旁边的肉就很爽脆 包括它备注裙边都非常爽脆 那这个就比较小了 很扁 这个八九十块钱就比较亏了 大家看进去看一下 我发现这个盐好像比较好开 它的壳啊没有那么硬 这个饱满程度应该会差很多吧 哇 可以耶这个 也不差耶你看很厚耶 这个是今天所有里面最差的一只肉 巨蛋还有这么大这么宝吗 这个就不能一口闷了啊 得慢慢的品尝一下啊 哇这口感超好 灰甜很明显 嗯真的有一股那种奶香味奶奶的 好香哦 哇绝了超好吃 嗯太好吃了 它的肚子不仅鲜而且还很香 真的跟牛奶一样 再开一个这个肚子大的哦 开一个给摄影小哥哈 撞了吧 太大了我害怕 那我来我来我不怕 你来啊 来来来来来 哇 哇靠 哈哈哈 可以啊这个肉可以可以 你稍微那个好多了吧 不要一口闷 一口一口来慢慢吃慢慢吃 好好好 怎么样 一开始有点咸 然后咬着咬着就开始甜了 是吧没有那种 真的很有牛奶的那种感觉 有一点牛奶的甜味 会爆浆哦 可以差个厉害 差太多了 这太好吃了 算真的太难吃了 是吧这个真的 300块钱工资了以后啊 要不要再来一个 我可以全部存包啊 不要 今天这个生蚝啊 我舍不得用密制酸酱来烤 感觉太烂了 一个来清蒸式一点 然后天雾罗做一个 剩下的全部来赤生嘛 先给他刷洗一下 这个生蚝很干净 稍微冲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清蒸的 先给他安排上锅 再来个一江三连 上汽以后蒸三分钟就可以了 我们来做一点泰式海鲜酱 稍微让那个韩国生蚝 沾泰式海鲜酱实在太好吃了 蒜子香菜 连羹一起进去啊 青辣椒 上次呢是没有椰糖 这次呢我买到椰糖了 但是呢今天这个椰糖的形状 有点个性 我先尝一口试一下味道怎么样 嗯甜的 好吃过去 换不进去 有点大不行不行不行 给它塞坏掉 给它切成两半 这锅可以塞进去了 正好 来点鱼露 清凝汁盐 再注入八年的矿泉水 然后用料理机给它打碎就可以了 多打一下哦 给它打得均匀一点 打散一点 更细腻 这样子应该差不多了 可以了 来 感情声一口焖了它 干杯 哇酸辣酸爽甜 倒出来备用 然后这个清蒸的应该可以了 哎呀真的挺久了怎么不张口啊 哦我明白了刚才是我上气的换进去 这个应该是要冷水换进去才可以 给它摆盘摆一下哦 来到欧芹 稍微点缀一下 再来到这个扣花点缀一下 ok接下来炸一下天护萝的 先烧油 锅里倒油 再来调一点天护萝的姜 然后再加冰水 粉跟水的比例是1比1.6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肉呢先给它裹一层粉 哇塞这个肉好肥啊 ok然后呢 再给它裹一层湿粉 试试一下油温啊 ok可以了 好把这个给它换下去 这个时候呢 火给它关掉 慢慢炸 哦这生蚝里面很多水哦 爆的不得了哦 哎呦 哎呦 哎呦呦呦呦呦呦 这么肥 也不知道透了没有 可以了 捞出来吧 给它摆一下盘 哦好大一个哦 再给它稍微点缀一下 再来一朵花瓣 ok 试试试来给它摆一下盘 哎 再给它点缀一下 先搞定 哦这个生蚝看着就非常有食欲 终于可以开吃了 生蚝大餐啊 先来杯八年的清酒压压惊啊 那先吃哪个呢 先吃这个天物罗了吧 这三个就得七八百块钱了 来粉丝先吃 哇好香啊 嗯 非常好吃 哦 结了 哇 还是稍微有点凉掉了 皮不够酥脆的 又刚炸出来的话 那肯定是外酥里嫩 口感贼好 搞点这海鲜酱 焦味啊应该也不错哦 嗯 哇 这个海鲜酱真的百搭 而且它这个汁很简粒你知道吗 不能浪费 啊 YYDS 接下来试一下这个炙生啊 焦一点泰式海鲜酱 哇 先来抱个肚子哦 啊 这种生啊就一点腥味都没有 非常好吃 啊好有满足感哦 它跟这个天物罗的不分上下 我说天物罗的也非常好吃 接下来就这个清蒸 清蒸的没开口 蒸荒车了 哦哦哦 肉蒸呀还是缩水了 看一下说了好多啊 肯定是我蒸太久了 可惜了 嗯 清蒸的很一般 跟天物罗跟赤身比较差太多了 吃点这个汤哦 哇 这个汤可以 就偏咸的一丢丢 我怀疑这个备注都咬不动 这个备注来做赤身 嫩脆嫩脆的 很好吃很甜 嗯 如我手料咬不动 跟咬骂骨一样 差太多了 还是要吃赤身 或者拿来做这个天物罗 哎这个海鲜酱真好吃 嗯又简单又好吃 啊 好了那我们现在来做个总结啊 今天这个生蚝一个80块钱 我这个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比吉纳多成吧 来的大很多 他口感也不差 特别是他肚子咬下去的那一瞬间 哇超爽 有那种爆浆的感觉 而且奶香奶香的 非常好吃 不管是这个赤身 还是做天物罗都超赞 但这个清蒸的真的不建议 好嘞那我们这期视频的做到最下 点赞观众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超满足 超满足 比上升的律服这个好吃很多 怎么样 吃了几万吗 好吃吗 好吃好吃 爽了不 今天咱们来自日本银行 你看哦这长得也太随便了 这要是在海里遇到 根本不知道它们是生蚝 跟石头完全没两样 不过我听说巨好吃 但是呢也巨贵 这是我吃过的所有生蚝里面最贵的 今天呢我就替你们试试看 它是传说中的那么好吃 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小哥 欢迎来到本期视频 前多长时间狼仙国际的老板 跟我说有日本银行 所以呢我就拖他帮我订几个回头 今天已经到货了 走我们过去拿一下哦 刷小伙 干嘛 生蚝呢 这里啊 这两个都是吗 这边有帮你修了几下 修了几下 这修了几下有区别吗 好看一点 看都区别吗 你这会比较均匀 你这不是大会时间吗 刷蛇天竹吗 这一个多少钱啊 这65啊 我去这一个65啊 我去这一个65啊 这边一个这样一个就买了 我去几个老家里面要数一下吧 2226个啊 全部拿回去吧 我拿走全部拿走 这里面2000块钱啊 哪怕来呀 白整些点白还有一点 不能过损了一个65块钱 普通的生蚝还要贵 贵个十倍 面上并带快一点嘛 就可以了 今天这堆石头啊 有点贵哈 我花了将近2000块钱 买了这一堆石头 就这一个得65块钱 而且呢还是进货价格哦 这个真的是我目前为止吃过最贵的生蚝 我挑一个最大的参加看有多重啊 这个我看挺大的 539克 这个呢 400多没那么大 这个呢 也是530多 还是那个最大 最大的这个也就一斤多一点吧 我小的最小的挑一个参加啊 像这种65块钱一个 我就要死的亏啊 参加一下 223才半斤不到 这个呢 哦这个更小了啊 像这种啊 内裤都要亏出来了 不过这个大的看着壳很厚 就不知道它的肉回不回美 理论上这个季节 日本银行的肉应该是很回美的 因为它的长暖期是在八九月后 而现在是六月后 所以现在吃它们正好 而且它的长牡蜜 也就是碳平价牡蜜 是不一样的 像我们平时吃的鲁山山豪 蘸姜山豪 包括进口的吉纳朵等等 基本上都是长牡蜜 吃长牡蜜最好的时间 一般是十月到第二年的四月 像五月到九月是长暖的季节 一旦长暖 它的能量就会被消耗 肉就会缩得很小 所以科哲家就利用二倍体和四倍体 培育出三倍体的生蚝 而三倍体的生蚝 基本上是哺育的 导致它生长快 个体大 水王率低 但是它也有缺点 虽然说很饱满 口感很好 就是它鲜美程度差了一点点 所以夏季吃这个巨丑无比的日本鲜毫 就是最好的季节了 去年的时候 我们有做过一期北海的鲜毫 虽然说刺身还不错 比较清爽 但是和顶级的生蚝刺身比较 还是差了一点意思 不过我听说这个日本鲜毫是极品 老板说高端的日料店 这一个就要卖两三百块钱 肉质回美 奶香味十足 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 先开一个验证一下吧 但是我发现今天这个生蚝很多都开口了 你看哦 像这些口开这么大 还可以看到到里面肉还是很饱满的 肯定是死掉了 不过都没有味道 这个拿来烤的就是没有问题的 开口都给它挑出来 好多都开口了 三个 十三个 而且都是大的开口了 不过没关系 这个因为我们拿来独家秘资的少龙这样烤 这些就可以拿来做赤身的 我挑一个颜值高一点的开一个吧 先给它刷洗一下 长得不伦不类的 但是它这个表面不是很脏 可以了 现在是见证奇迹的时候 你们可以瞒菜一下会不会欢车 哎呀 这种生好不好开 趁它不注意把这里面的一个备注给它割开来 激动人心的时刻 大 我去 这不会很肥啊 看来这65块钱一个雪盔啊 你看一下 稍微冲洗一下 可以一口闷了吧 这真的荒大车 我去 是不是日本也好啊 我尝一下吧 嗯 口感不错 味道也还行 回甜很明显 但是没有能达到一个值65块钱这个程度啊 开个这种横扁的看一下 有没有肉啊 这从哪里下到啊 尝到也太奇葩了 哇 哇 这个肉好像也还可以 没有想象中那么差 还有一点点 来 这个给你尝一下 怎么样 但是入口之后口感不错 口感不错 一开始看起来感觉不是很好吃 你再咬几口看一下 它那回甜还是很明显 甜味很足 有没有甜味 可能咬的还不够多 可能还要再再来一个 我再给你搞一个大的工资里扣啊 我先白嫖 我白嫖完之后 粉丝就没机会白嫖 完了 起不来 是不是不行啊 男人怎么能说不行 哇 真的 这个肉 我感觉这个不是日本也好啊 肉这么不饱嘛 这一个卖你100块就不过分嘛 那我钱在你呢 你说不过分 那只能不过分 哈哈 这个够饱满了吗 这个很少吗 甜度有了没有 这个大个有一点甜味 对 才一点啊 对 刚才那个是一点都没有 那这65块钱完了 200块钱没了 完了我亏更多 被中间山撞差价 你看哦 它这个生蚝的肉啊 偏暗 而且这个裙边啊 看起来很脏一样 看着就没什么食欲 这个就不要粉丝先吃了 我自己吃了 有一丢丢的腥味 刚咬下去了那一双间 半块都会含水 当我吃的话甜度还可以 回天挺明显的 比之前的那个北海也好好吃 不过呢 跟之前的金黄韵 还有吉纳朵比一下差差多了 比绿味就又好吃很多 刺身再吃一个吧 这他们要的长得完全不像生蚝 哎 算了吧 这个刺身看的真的没啥食欲 还是用我独家秘制的少人家来烤吧 把这些开口的全部给它撬 哇 这个好啊 你说它不绑啊 它其实也还可以 你看哦 撬出来的肉 大部分都还挺回眉的 就长的都歪瓜裂枣 荒 荒车是肯定的性价比贼低啊 希望你们能够给个一键三连支持一下 先来烧一下烫 室内烧烫 请注意保持通风啊 准备开烤啊 这个150块钱没毛病吗 成本加上去就要100块钱了 对不对 还有这个人工 还有这个独家秘制的蒜笼酱 这样50块钱 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好像只能烤4个 先不着急铺蒜笼酱 这一面先给它烤熟一下 然后给它画一面 给它铺上我独家秘制的蒜笼酱 油滴下去腌又强了 都着火了 这个应该差不多了 你看开得很厉害 撒一点点葱花 加一点小米辣 可以吃了 哇 腌好大 先给你们整一个 说实话烤完以后还是挺肥的 来粉丝先吃 这个烧烫没开空调好热 哇 好烫哦 但是好香哦 嗯 超好吃 超好吃 刷龙烤身还歪歪DS 这个烤的稍稍还是有点久了 这个汁是好东西啊 来 感情声一口焖了 好热哦 吃的满头大汗 哇 嗯 好有满足感啊 什么都可以烂回 就这个蒜笼跟这个生蚝汁一点都不能烂回 吃的太爽了就太热了 其实这个生蚝它烤完以后没有缩掉多少 还是很肥美 嗯 这一个65块钱 它性价比不高 但是经过我加工油 150块钱一个 性价比超高啊 只要有一定鲜甜味的生蚝 经过这个蒜笼这样烤油 都非常好吃 烤油 还有一个我还要把它吃 其它再给它安排上去烤 这壳太厚了 它没有那么容易把壳给烤了 先烤 我再吃哦 嗯 这个时候再来一杯八年的墨水 哇 就超满足了 哇 这些有点开了 可以给它花一面了 这才是灵魂啊 好香啊 还有点葱花 哎 有的就可以吃了 来来来 过来 先给你整一个 火这么大 烧的壳都烧爆掉了 烫哦 嗯 爽哦 香 很满足哦 嗯 公主里扣150块钱 哇 这个太棒了 这个好 这个好 味道怎么样 我的味道 不错 不错 真的香 还有没有啊 有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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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味道真的太棒了 现在我全包了 全包了 味爆香哦 嗯 哦 小是小了一点啊 这个味道没毛病啊 没毛病 只要加上双溶酱 就没毛病 啊 我吃很饱了 剩下烤给他们 我们先来做个总结 今天这个生蚝 虽然它的肉质挺饱满 而且味道也挺好的 口感也挺不错的 但是呢没有很经验 一个65块钱 我觉得它性价比不高 刺身一般吗 带来烤还是挺惊艳的 而且烤的肉也不会说的很厉害 好了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记得点赞观众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身上都是灰啊 它那个烤一下那个壳啊 会爆爆一下 全是那个灰 今天咱们来自 来自新西兰的贵族生蚝 号称美人蚝 先来开一个 试一下哦 见证奇迹的时刻 哇 果然是豪宗贵族啊 来感情声一口喵 嗯 非常惊艳 太绝了 值得你们一见三脸啊 哈喽大家我是你们的小歌 欢迎聊到本期视频 你们有没有感觉我最近瘦了很多 你看啊 这个脸啊都笑了一圈 所以呢 我想补一补 正好呢我朋友说 他那边到了一口非常补的 新西兰的生蚝 我准备呢过去买 一丢丢回来补一补 走买生蚝去 好营业啦 来 全场最亮的载 来来来来生蚝专业户 赚回那个 日本的那个盐蚝很好吃啊 这期给你颜值最高的 新西兰三大名蚝之一的 拿尔伯勒 还有一个莫纳 现在没上市 你看这颜值很高 很漂亮 这个确实很漂亮 这个卖多少钱啊 这个叫美人蚝 短小而金汉 又是短小而金汉 这个多少钱啊 这个 我零售是28 这个是L号 是属于最大号的 这个比上韩国的 好像会大一点 对 我自砍一刀 26 老板天天自砍一刀 整框打包走吧 不行 留点给我 五个客户也有 订了二十几个 那给我二十几个 可以 行行行 上次的那个 韩国豪也很好吃 那这次 太漂亮 形状主要 好 不能全部打 好 给你们看一下 生蚝的品种非常多 想看哪个品种 都可以指定 这个我们有拍过了 金黄玉 这个帅哥 庄业做生蚝都会赶快回来吧 都可以 全世界想要什么都可以 都有 就是说要看季节性的 生蚝有分季节性 25个 25个可以可以可以 够了够了 打包打烊 打烊 OK 生蚝拿回来了 老板非常的懂事 都会懂得自砍一刀 那老板的话说 今天这个生蚝又是短小金焊 和我们之前做的这个 韩国生蚝一样 你看哦 这个肉质非常的饱满 果然浓缩就是精华 虽然说它的名字叫韩国子蚝 但是它的壳 还不如今天这个字 你看哦 它表面的这个紫色很明显 然后呢也比韩国生蚝来的大 而且呢也比它漂亮 身材的曲线非常美 前凸后翘的 所以三家们都管它叫美人蚝 老板说这个是新西兰的马尔伯乐蚝 现在正是吃它的季节 然后我查了一下资料 马尔伯乐蚝的特点是这个壳乌漆蛮黑的 多是像黑色的珍珠一样会黄色光彩 而且它表面很干净 没有护着物 是生蚝中的贵族 是世界上非常稀有的黑色壳生蚝 但是今天这些生蚝我看着也没有非常的黑 像这个还有点画白 不过呢表面确实挺干净的 就不知道开进去的肉瓶是怎么样 要不我先搞一个 搞一个 没毛病搞一个 这个生蚝长得太有特点了 造型非常的独特 跟鞋子一样见证奇迹的时刻 哇塞 还是很饱满的 气的眼泪有没有从嘴角流下来 来混尸先吃 嗯 太爽了 好有满足感啊 它的口感很爽脆 鲜甜味也很粗 而且呢又很清爽 吃完以后嘴巴的灰肝很明显 这种生蚝吃的真的停不下来 你吃完一个你就想吃第二个 哇这种新鲜呢 超漂亮超饱满 而且非常的干净 绝掉了 整个壳塞的满满了 这绝度是我见过最饱满的生蚝了 吃这种生蚝千万不能随紧 因为新西兰那边他们对生蚝的品质要求非常高 捞起来就有话不 不需要经验 吃的就是它的原汁原味 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哇一口一个爽 好甜哦 果然是豪中贵族啊 这马伯乐生蚝真的让我太震惊了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生蚝吃生的 其实新西兰的生蚝有三种 咱们今天这个呢 是生长在南岛的马尔伯乐蚝 还有一种是生长在北岛的克利夫登 和今天这个都属于太平洋 另外就是文明世界的布拉夫生蚝 是新西兰本地的野生品种 产量非常的稀少 但是今天这个生蚝的品质 已经让我非常的意外了 再来一个 应该没有小伙伴不动开生蚝了 这个备注给它割断 哎 就打开了 哇绝了 每个都非常的饱满 我刚才查了一下 说是生蚝这个裙边黑 是因为含有昏物的寻性技术 这个裙边越黑 说明含有的寻性技术越昏物 而寻性技术 真是男人的加油杖 所以你们懂的 哇真的是大部分 我感觉我都盼回来了 在嘴巴里咬一波 非常的甜 非常的鲜 你要不要搞一个 扣不扣公子 不扣 白嫖 你们不要学它哦 不要白嫖哦 你看我给你看一个多少完美的 绝调了 我都舍不得给你吃了 哇太肥了 这个是最完美的 我来帮你们验证一下它有没有口嗨 真的好吃 你这只跟小猪一样 这跟你在这吃了几次生蚝吃生 这真的最好吃 入口一年都不会冲 都没有用水冲过 有没有感觉 再想来一只的那种感觉冲动 下一只扣不扣公子 不扣 是大姓的扣一点嘛 吃吃吃 吃生的我再搞一只 太上头了 剩下的针尖煮杂都试一下 这生蚝既好看又好吃 这绝度是高颜值高性价比的生蚝 我估计这一只也会非常的饱满 哇 果然很饱满 但是跟摄影茶跟那只比较差一点 不过它这个裙面很黑 好东西 来兄弟们 焦艳欲滴啊 就它肚子特别甜 一口26块钱没了 不过它在我心目中的性价比还是非常的高 接下来就试一下清蒸了吧 安排四只清蒸吧 来个一姜三连 等上汽以后蒸一分五十九秒 接下来我们来炸一下天护萝的 锅里倒油 油换在那里慢慢烧 我们来调一点天护萝的姜 倒一点冰水 这个天护萝的粉跟水的比例是1比1.6 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先给它裹一层钢粉 然后再给它挂一层姜 这下油温啊 哎差不多可以了 然后把生蚝给它下锅 现在这油温太高了呀 生蚝因为它肚子里面很多水啊 炸得很容易溅 好 早就不要搞过 我们来洗我的东西 不停 就不停 回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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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东西热热还是好吃 我以为蒸王就不要翘了 我蒸王还要翘 哎呦 这个会好一点 没有沾嘴的 它的肉会更饱满一点 哇 烫 但是好嫩哦 有一说一好 这个没有天虎罗来的好吃 天虎罗是又香又鲜 还有一个98年的程序员 吃一下 能促进它毛囊花育 先试一下这汁 甜 有毛病吗 微甜 一口爆姜 100块钱啊 那你不带 后吧 OK 那这几个要来煮汤 这两个 哇 特别的肥美 鍋勒倒油 葱姜先给它爆出香味 然后生蚝给它换下去煎一下 爆得好厉害啊 再换一面 再给它煎一会儿 煎得差不多的时候 这个时候非常关键啊 注入82年的青红酒 然后再来一丢丢的鱼露 加一碗清水 好香啊 给它焖热两分钟 可以出锅了 灵魂白胡椒魂一定要搞一点 出锅 OK 再搞一点可爱的小葱花 爱开吃 趁热哦 把它解决了 先来一口汤啊 哇 鲜啊 就咸了一点点 后面鱼露又加多了一点点 不然没有任何的毛病 我觉得这样煮的又比清蒸的好吃很多 而且比天雾罗来的好 因为有汤喝 我很喜欢这个汤 太爽了 正常这个汤啊 它煮出来是属于非常浓白 但是在拍摄的过程中 是要调整镜头 清风酒倒下去 没有及时的加锁进去 就有点焦料了 变得焦褐色 哇 好爽 今天生蚝又吃太多了 生蚝大畅 我超喜欢咬下去肚子爆开的那一瞬间 好甜哦 它的汁水炸满你的整个口腔 今天生蚝吃太多了 会不会出事也不知道 那我们先来做个总结吧 我觉得这个生蚝一个26块钱 它的性价比超高 主要是它的味道跟口感 完全对得起这个价格 这绝对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生蚝吃生 做法上强烈推荐吃生 接着就是这种煮汤的花子 当然天雾罗也还可以 我个人认为清蒸是最普通的 独家秘制上一件烤 那就不用说话 哪怕再差的生蚝它都可以争取 那我们在这期视频的转带记下 点赞关注我们下一站见 拜拜 对了 还想看其他哪种生蚝的钱 那边都有名字 你们可以指定 然后评论区或者 弹幕留言给我都可以 你还好过来了 不然再晚一点就没了我跟你讲 怎么样今天这个 好吃很甜 一咬下去爆开之后就是甜的 这一个也就一百块钱 那你白皮肠的下又无所谓了 是不是 爽了没 爽 超级爽 我觉得比金纳酥还好吃 又脆又甜 我知道太久没吃金纳酥了 哈哈哈哈 可以